你不说什么 妈 妈 妈 能不能别说了 赶紧回家行不行 我求你了 哥 都这时候里 还帮着外人说话 你看 你看这脸给我打的 我现在还想打你了 我现在 我现在 老大 你 我告诉你哥 今儿就是因为 他是你老丈人 换别人他试试 我 妈 你都是说话呀 我这脸白打了 媳妇都给我打没了 闭上你的臭嘴 不是 妈咱这事不能就这么认了呀 闭嘴 这么一群人 我一个人 我能对付得了吗 走吧 回家 走 走 走 妈呀 老大 你是跟着他们抱着团的欺负我们娘俩呢 还是回家安慰你弟弟 你自己看着办 走 你就跟着好好哄你老丈呢 妈 杨 你有啥用 滚 滚就滚 雅天 对不起 别生气啊 没说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真对不起 爸 别生气好不好 一定消消气 我 我回去一定替您出气 我 我一定揍他一顿 千万别生气啊 曹阿姨 我弟弟他不懂事 您别往心里去 行行行 老婆 一会儿忙完了你就赶紧回家 你替我劝你爸 让他消消气 我回去了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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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妈 看我哥哥那样 这罗家人他怎么这样啊 这罗家人他怎么这样啊 没错 妈 今儿要不是怕给您惹事 我才厌不下这口气呢 来来来来 叫我说呀 这罗老头那存心事 找茬撒气呢 没错 哥 妈 虽说今儿这老罗头这巴掌 是打在我脸上 你知道吗 这巴掌打得可是你的脸 一边带出去 你也是 好好的 你跟那罗老头叫什么劲呢 妈呀 我今儿本来是想请老媒头吃顿饭 谁知道好家伙呼啦呼啦来那么多人 再说了 不是您跟我说的吗 让我先把老媒头搞定了 就算他闺女再不乐意 他也只能跟我好嘛 这事啊 说到底 还在那房子上 那梅亚婷知道了咱们啥也没有 所以才闹出这种事来 就是 行了 钱的事我会解决 你们就稍给我惹点事就行了 你先进 过来让妈看看 妈 你看 你瞧瞧 他怎么下得了手啊他 就是 可狠了 我说你家那个小叔子 也真是够可以的啊 他在那边吹牛撒谎啊 我看的 你不想要是 我知道 你不想要是 你怎么回来 那些孩子 你不想要是 你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来 你就想到那里 你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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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自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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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明白了 这婚姻和幸福 不是一回事情 以后我再也不催我们婷婷结婚了 哪怕她一辈子不嫁我也不催 只要她心里高兴 我做得也不好 楠楠呢 是个优秀教师 你知道吗 那凭上优秀教师 就得付出的更多才能凭上 多忙啊 你说我这个当爹的 还不让他省心 你知道楠楠见到我说什么吗 楠楠呀 她说老爸 你怎么又惹事儿了又惹事儿了呀 你说我多大了 我还让我女儿为我操心 你说我是不是连她们班一年级小学生都不如啊 你说我是不是连她们班一年级小学生都不如啊 我 来 我出去了 为了以后 咱不给女儿找麻烦 闷了 干 走 来 来 来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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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你真让我刮目相看 厂量 仗义 人家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啊 你为了我 为了我们亚庭 你真是喝出去了 真是堂堂正正啊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啊 我这个人哪就是遇到不对的事儿 不对的人啊 也就是出手相助 对不对啊 老梅 男人重要的是啥呀 将义气 知道吗 刚才也就是 路见不平 一声吼 你这一声吼啊 不仅救了我 也救了我们亚庭啊 以前哪 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千万别往心里去 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哎呀呀 说啥呢老梅啊 咱们都到这把年纪了你说啊 又到一个屋檐下养老 那啥缘分哪 用现在最时髦的话 那就是来自同一个部落 部落你懂吗 不懂 啥意思 真笨 哥们呗 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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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陆 既然是哥们 有个事儿我也就不瞒你了 我 要开始第二春了 老早梅 给我嫁就 第二春 啥第二春哪 交女朋友了 好事儿啊 谁告诉哥们 我帮你搞定 就咱养生院的 养生院的 谁呀 老早梅 您有点出息行不行啊 你都多大岁数了 还扭扭捏捏的 像个小姑娘似的 大点声 芭蕾皇后 方秀琼 你说 你累了 我 干嘛呢 你要没什么事儿 赶紧找工作去 别在这儿闲晃 走就走 你又愿意在这儿待着呢 命苦啊 别惹人 知道了吗 妈 我知道你心疼前进 他是我亲弟弟 我也心疼他 但是您得想明白啊 他是您亲儿子 我也是您亲儿子呀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你说他 舍得没错 手心手背都是妈的心头肉 看这两个儿子火蹦乱跳地长大了 可是现在你呢 有家有口 有车有房 老婆孩子热坑头的 你弟弟戳在那儿那么大个小伙子 要啥没啥 三十好起了 连个女朋友都找不着 还老让你们操心 你难受 男的难受 他难受 你们我心里更难受啊 妈 那明明是寄人篱下 妈 妈 你 成儿 妈求求你 你好好跟奶奶说说他们家条件好 好歹呢 给你弟弟买套房 你弟弟有地儿住了 他安顿了 妈就全身心的铺在你们这儿 我搬过来和你们一块儿住 老的小的我全伺候 洗衣做饭我给你们当老妈子 就算是妈 还这个债 行不行啊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我又没说雾买 我又没说雾买 真的 你当得了这个家吗 前程 怎么说这个人呐 他一天到晚就坐在书房里 对着电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你去趟银行把那笔定期取了 给钱金买房子用 我跟你说话呢 咱们家有多少钱都在哪儿 你比我清楚 你们商量这办就行 我今天学校加班改卷子 我就是回来拿点东西的 妈 我走了 妈 我走了 老罗 老罗 没睡吧 老罗 我们成了好朋友了 终于我们还一块儿喝酒了呢 喝酒 这是什么 健康饮品 不含酒精 你们怎么可以在外头喝酒呢 院里有规定 不可以喝酒的 这一点点 你 你看看 我哥们出来了不是 咱们进 你碰过 我跟你这种人成了哥们 我都觉得丢人 怎么 梅主任 把你爸弄回去 老罗 你还说你没有惹罗叔 我真没惹他 中午吃饭还是我请的他呢 我感谢他还来不及呢 走走走 喝多了 我真没喝多 我跟你罗叔真扯好朋友了 我说爸 以后我的事情 你就别那么操心了 你看看你 把人家罗叔都弄进警察局了 你丢不丢人哪 爸爸错了 爸爸老眼昏花 乱点鸳鸯谱 差点毁了你一生的幸福 你不要那么说 你是我爸 我不是也着急吗 我是真着急呀 你不知道啊 你说像你这么大的人 但结婚早的 孩子都上初中了 那人家是人家 每个人的生活本来就不一样嘛 再说了 你看看我 我的经济独立 自己的工作也好 那能够把自己一个人过得这样 开开心心的 我觉得挺好的呀 你说我是赶紧找一个人把自己给嫁出去重要 还是把这日子过得开心舒服重要啊 没准 我很不幸运 像楠楠那样 结了婚 那你不是更糟心了 你没那么笨 所以我说吧 得好好挑着 我相信缘分的 这缘分只要一到 我不会逃避的 微信主义 行 那我就给你一年的期限 一年之内你要是还解决不了 那我就亲自出马 好 这回咱要好好挑挑重点调查 行 一定让你帮我好好挑挑 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 妈 你能不能再等几天呀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 就是说再等几天 好吗 好 我等 我倒是等得起 可房价等得起吗 打从书要买房子开始 我和前进去看那个楼盘 现在每平米已经涨两千了 你看着办吧 现在都凑不起个首付 好吧 咱们等 等到那时候 我看你怎么凑那个首付 我跟您说的 你觉得有任何便赖 肯定有任何便赖 还是凑个首付 已经赖了 你一看 你一看 去银行拿吧 要不要跟楠楠再商量商量 不用了 那好 我就去了啊 对了 待我和钱进呢 向楠楠表示感谢 对了 小两口别干账啊 好好的 请听哥一句话 千万别买房 为什么呀 你现在结婚了吗 我连女朋友还没有呢 还发婚呢 就是 没女朋友买什么房啊 真是 现在的房子 是给结婚人准备的 你看现在的房价 那都是泡沫 你看国外的房子 我们这房子 都是吹出来的 虚高 来个宏观调控啊 就完蛋了 你要现在买房啊 就等着贬值吧 几倍好 这公司不错啊 来来来 坐 怎么样啊 您说 风哥 我那钱不拿来买房干吗呀 我总不能存银行吃利息吧 迂腐 太保守了 什么叫男人 男人就得文准狠 还得有那个胆啊 现在什么赚钱最快啊 不是 不知道啊 用钱生钱哪 你这 这啥意思啊 这叫融资 我的傻弟弟 凤哥 反正我 我是一直把您当哥们 这有赚钱的事您 您就带着弟弟有华呗 其实啊 你那点钱我根本瞧不上眼 不过谁让咱们是兄弟呢 对呀 咱们都多了您关心 那好 那我就破个例 算你一分 三分例 来 来 来这儿 我打开 你说什么呀 那好 那我跟您说啊 真好 这都是从前面 就是 这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养生宝典 小草 你还挺新鸣的 我这是有前车之鉴 我老伴儿吧 原来身体特别好 从来不看病 就是得了一个感冒咳嗽 到医院一查 肺癌满期 所以我觉得 健康最重要 你看看俊俊老师 这个养生方法啊 我特别赞同 简单有效 每天做得到 多好啊 是吧 小草啊 这个阎王让你三更死啊 谁能流到乌庚去啊 今天要走了 谁也挡不住的 孙姐 你说你受个高等教育 怎么还迷信呢 真是的 我迷信 我是提醒你呀 现在专有人打着 养生的旗号招摇撞骗的 就专门欺骗你这愚蠢的女人 没脑子的人才受骗呢 你骂谁没脑子呢 我骂你了吗 我骂他了吗 你自己非要捡骂 那我也没办法 行吧 装什么装啊 谁还看不出来 你是装给谁看的呀 人家老罗呀 眼光可高着呢 你这成天倒茶送水的 把人当个皇帝一样伺候 可该看不上 还是看不上 没事吧你 没事你边儿待着去 别在这儿说闲话 说什么呀你 你说什么呢 曹大飞音 你 你 你打人 不打你了吗我 不就是一张作料泡河吗 我打你了吗 你说我打他 别的 还不打你了吗 他说我打他 还不打他了吗 曹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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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怎么听孙阿姨说 你打他呀 他恶人先告状 我也是做工会干部的啊 我也是做饲养工作的人 我怎么可能动手打人呢 是 你没听他说那话呢 那真 真是 他侮辱我没关系 他当真那么多人的面 侮辱我和老罗的革命 纯洁友谊 你说我能答应吗 是是是 别生气了啊 我们都知道你和罗叔叔是纯洁的友谊 别激动 别气坏了身子 没事了啊 简直是无力取闹 孙阿姨 别耍小孩脾气 我可是你的客户啊 我在你的养生院受了欺负 你是有责任的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报警 我 我就举报你 您举报我什么呀 我举 举报你 虐待 虐待 虐待我 我天天给你们吃有机蔬菜 有鱼有虾有海鲜 还有活动室 健身房 还配了保健医生 刘大夫那可是有名的心血管专家呀 是不是 您告我虐待您 您去告啊 我正好 帮我养生院做做宣传 我还省了广告费了呢 我得谢谢您 如果是拘留 你们各打五十大板 您跟曹阿姨分别在拘留所里各待十五天 而且我们这里有明文规定 对待你们这种寻衅闹事的 我有权利让你们离开养生院 而且还不退费 当初入院的时候签合同 这条可是有明确的告知啊 你们可是签了字的 那 那事情发生在你这儿 你也是有责任的 你 你要给我点补偿 孙阿姨 您这是碰瓷呢 是补偿 是补偿 不是赔偿 院长 您免我一个月的房费呗 三天 半个月 三天 那再请我吃顿好的 是我 是 这事 他说说诏实 为什么 他说 不不不不不不不乱 他说 你是哪 他说 我就宋谈了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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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姐 曹姐 我听说你对养生特别有研究 所以我今天来特意向您请教的 你是来向我请教的 还是来看我笑话的呀 曹姐 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吧 我真没想到你的生活这么精致啊 我也就是在吃上比较精致 会吃的女人才会生活 才懂得生活的真谛嘛 对吧 你看 我说的是真的 我就没这个福气了 年轻的时候呢 是因为要跳舞 所以什么都不敢吃 每顿就吃那么一丁点 时间长了吧 多好吃的东西放在我眼前 我都吃不下去 没办法 职业病了 你呀 是自己把自己的胃给搞砸了 别到时候哪天一查 再查出个胃癌晚期 真的 我不是吓唬你 我爱人就是这样的 他平时根本就不看病 就是一个感冒咳嗽 到医院一查 肺癌晚期 所以说啊 别不重视自己 你看你 你说你把身材保持得这么好 完了自己还饿着 渴着 你给谁看哪 你说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啊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该吃吃 该喝喝 要不这样 我给你查一下 你呢 胃不好 是吧 看看你该补什么 好的 曹姐 我来养生院不久 可是我听说 那个老梅跟老罗 好像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我天天看他们剑拔弩张的 他们有什么过节 一个搞文的 一个搞舞的 就是互相斗气呗 我还听说 老罗以前是个什么明星呢 他是什么明星啊 他就是一个话剧团的演员 他这辈子倒是想当明星呢 你看见哪个明星像他似的这么闲呢 那人都忙死了 他也就是到人家那儿 给人演个小角色 娃娃而已 我看你跟他好像挺熟啊 曹姐 这你都看出来了 你说这老罗 我跟他在一起啊 我就老跟他说 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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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人吧 你看有一点事啊 他就藏不住到处些 对 你 吴月 你说 这些老年人年纪都这么大了 脾气怎么还这么火爆呢 道理讲不明白 一言不合就动起手了 老小孩 老小孩 越老越像小孩 现在你明白 我们合同上那条 是干什么用的了吧 我觉得你还挺有危机意识的 跟他们打交道久了 你就应该明白 要软硬兼施啊 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 要是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我觉得我都要得抑郁症了 请你去看场电影吧 看电影 正好前几天我女儿跟我说 要让我看一个电影叫 《寻梦环游记》 我还在想没有时间去看呢 正好今天借这个机会 去看个电影 做我们这行的 说好听点叫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实际上 我们就是个情绪垃圾桶 原来这就是你定期清理的方式啊 我学到了 我可是个资深垃圾桶啊 资深垃圾桶 楠楠楠楠 快点啊 我妈他们来了 楠楠 快一点 你看 一点眼力劲都没有 快叫人呢 打招 嫂子 嫂子好 妈来了 楠楠楠 我今天带着钱进来啊 是来对你表示感谢的 我现在 郑重其事的啊 代表我们全家 也包括她去世的爸 向你表示由衷的感谢 对 以前呢都是妈不好 以前的事咱就不提了 就说当下 妈真的没想到 没想到啊楠楠 你是多么好的一个孩子 多好的一个儿媳妇 妈 妈 有事是吧 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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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妈就是想啊 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一家人就得一心一意 一家人就不能掩着藏着 就不能隔着心不是吗 你知道吗 你对妈 多大的帮助啊 你等于是卸掉了妈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啊 你把妈最大的心愿都给了了 你说妈该怎么打心你 以后 前程要是敢对你不好 你告诉妈妈给你做主 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前程 你以后得加倍地对楠楠好 你要是欺负她 妈就没你这个儿子 是 我知道 妈 来来来 别光顾着说话 什么意思啊这是 你过来 赶紧过来 赶紧过来 快醉 这孩子 多笑笑啊 傻笑子 你看你 你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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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能做 我在这个家确实是个外人呗 在这个家里只要你们决定了 那就算是决定了 我的意见和利益 什么都不是呗 前程你把钱都给钱进了 你也不知道跟我打个招呼 我算什么呀 奶妈 保姆 你超级啊 然后就要看 apa 你还不成功啊 你比赞啊 我还不成功啊 你就要太多了 你还不成功啊 那你这儿子 深仇大恨是不是 你就没给你妈省过心 你这回真是 儿子 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好啊 好啊 有什么事吗 非要有事才能吃饭吗 一家人很久没聚了呀 我带上我爸妈 你带上妈跟前妻 有什么事可以提前说 你是怕见我爸妈吗 什么地方 几点 我订好了告诉你们 不是 这 这孩子什么意思呀他 你到他那儿干嘛呀 我跟他聊天啊 怎么了 看吧你吓的 我有什么好吓的 咱俩都离婚了 那你还跟着我 别自作多情 楠楠来电话了 说晚上两家人一起吃个饭 有事吗 肯定没啥好事 你准备一下 吃个饭 我需要准备什么 你别忘了 你那个战斗经验丰富的 庆节母也在 知道了 别这样 吴玥 我觉得刚才那个电影很温馨 我觉得实在是太好看了 改天组织养生院的叔叔阿姨 来个包场 你说的啊 好啊 那我回去组织一下 喂 你在哪儿 在外面 看了场电影 刚刚散场了 你一个人啊 还有一个 好 那我长话短说 行 我今天打电话 正式给你提出离婚的要求 虽然我们现在的样子 跟离婚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你继续说 我很认真地在告诉你们我的想法 这种丧偶式的婚姻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一个 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要么改变 要么放弃 我在美国有我的事 我说过 只要你愿意回来跟我在一起 我们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可如果到现在这样扑下去 我当然要走另一条路 算是最后通牒吗 就算是吧